我們講一下繪本切換的效果 除了比較常用的軌的特效之外 比較常用的軌的特效 也有像像素濾鏡也蠻常用的 各位看一下感覺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像模糊的事情越來越清楚 然後清楚的事情越來越模糊那種感覺 是不是有點像被棒子打到 清楚了就開始變模糊 或者是說剛睡起來 模糊的東西變清楚 或者是睡夢中變清楚的樣子 都可以利用這個效果 那另外呢 另外像是馬賽克旋轉 旋轉的部分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看一下旋轉的效果 扭曲的事情變成真實 有沒有 真實的情況變扭曲 這個用來通常你如果寫比較靈異的繪本 或者是回到未來 空間會扭曲會轉換的 大概就可以用這樣的效果 那麼另外再試試看 馬賽克 來看一下馬賽克的效果 也是別有一番風味的 那所以這個繪本切換的特效呢 完全看你的適用的情境 看你適用做的繪本的情境 然後再試試看 再試看